我这会手里拿着一个东西 这可不是摇帽眼镜 这其实是一个测糖仪 这会我现场就是随便挑一个梨 然后咱们把那个含糖度 然后去测一下 看看它的甜度有多少 随便挑一个 这个测呢 要梨上面稍微削下来一块 然后把它这个就是汁液挤出来 挤出来之后呢 然后挤到上面就能测出来 刚才就是我拿了这个 随便挑的这个梨 糖度测出来了 是16 基本上咱们这个梨圆的梨 全部糖度都在15 16左右 这个梨的糖度呢 是刚刚好吃起来的话呢 是非常的甜 但是糖量呢 也是刚刚好的 挺好的 大家好 这是修正农舍 我是小方 自从咱们上期果园的视频发完之后呢 好多粉丝家人们都在私信问我们 说咱们今年这个梨怎么卖 黄金梨怎么卖 在这呢 我要说一下 就是咱们去年 小条我们两个去卖这个黄金梨呢 是其实是想帮一帮 这个方程县的那位爷爷和奶奶 帮他们就是尽我们的努力 去帮他们把这个梨给卖一卖 但是呢 没想到的 没想到的是 去年这个梨受到了大家一日好评 就是卖的特别的多 所以说今年呢 小条我们两个呢 本来打算的是 去我们两个去买上一些 买上一些之后呢 就是有喜欢吃梨的粉丝家人们呢 可以私信我们 然后我们去免费的给大家送上一些 但是呢 我们发现就是 我们这个想法提出之后呢 好多粉丝家人们都反对 特别的反对啊 坚持说让我们今年 还继续卖这个梨 不让我们送 因为说我们这个农舍的压力 也特别的大 养着这么多的毛孩子 不想让我们去破费买梨 再免费送给大家 也是心疼我们 在这呢 我首先呢 需要感谢一下咱们粉丝家人嘛 感谢粉丝家人们 这么的心疼我们 农舍的毛孩子 还有心疼我们哥俩 也是谢谢大家的 所以说呢 这次呢 小条我们两个呢 还是打算跟去年一样吧 咱们就是把这个黄金梨 是卖给大家 这个梨呢 确实是非常的好 不管是口感呢 甜度啊 各方面呢 综合来说 都是非常上乘的 还有一点呢 就是咱们这个梨 是有机梨 可能别的梨我不知道 咱们这个有机梨 这个小条我们两个心心里边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是没有任何化学农药成分的 包括它的施肥 全部用的就是一些土粪 还有就是红糖和去年坏梨的梨汁 吃到就是把这个 吃到这个果树下边 然后当肥料的 所以说这个是不含任何化学元素的 咱们今年这个梨呢 可能个头上来说 比去年稍微略小了一点 是因为这个注意问差问题 上期视频呢 我也做了很详细的说明啊 但是呢 它对这个口感呢 甜度呢 是没有丝毫的影响的 所以说咱们粉丝家人 如果喜欢吃梨的话 可以赶紧就是下单了 这今年呢 咱们就是买起来也是非常方便的 就是在咱们小店的话 可以直接购买的话 直接购买了 当然呢 有些粉丝家人们 可能就是不太会操作的话 可以私了我们 其实呢 小店我们带货也是有一年多了吧 但是呢 因为我们对这个货品的品质要求 是非常的高 非常的挑剔 所以说我们带出来的货并不多 就是一个是咱们的香油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梨子 其实很少 但是呢 我们两个主要是因为 对这个产品的质量 是非常要求非常的苛刻 这次啊 虽然咱们这次卖的是梨啊 但是这个其实折射的是一个人品问题啊 我们两个也深深的明白啊 我们不能辜负咱们粉丝家人对我们的信任 所以说呢 我们包括现在带着这个梨子呀 包括以后可能再会上架一些啊 就是农副产品的话 大家都请放心 现在呢 马上花生也要下来了 我们今年呢 还考虑着就是去把我们这边的一个花生 也是到时候上架 让大家也去尝一尝 我们河南省本地的一些花生 肯定也是就是用最好的花生 让大家去品尝的 在这呢 还要感谢一下咱们所有粉丝家人 对我们带货呀 创业的支持 还有一直以来 对咱们农舍毛孩子们的关心 在这呢 也是谢谢大家 对咱们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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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